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款 CIP3连线预访某工具 它的名字叫做SmartColor 中文名称叫智彩 可能有的人会说 CIP3连线是上十九十年代的产物 现在怎么又拿出来炒冷饭呢 确实 CIP3技术已经推出有三四十年的历史 基于CIP3技术的数字化工作流程 给营刷企业生产带来了巨大的效应 尤其是油墨预制功能 对于提高印刷机台的印刷质量和生产效率 有极大的帮助 那每一次换版呢 原先印刷机长都要根据版面的墨量大小 凭自己的经验进行墨件调整 这是我们所熟知的叫弹钢琴的动作 然后呢 我们再进行开机 过叫板指色调色 有时这个过程需要调整好几次才能达到正常的印刷要求 对于经验不丰富的记账来说呢 开机调色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就是我们说的make ready 印刷准备时间会很长 不光是浪费了时间 还浪费了纸张 自己也很辛苦 那CIP3油墨预质技术呢 正是解决此问题的这个方案 在印前支板的时候呢 根据版面的图文信息和墨件数量 生成一个标准的PPF格式文件 然后通过连线或者U盘的方式 将这个PPF文件传递给印刷机台 目前主流的印刷机都具备油墨预质功能 印刷机台接收到墨道信息之后呢 墨斗控制台在一瞬间就能完成机长 许久才能调好的墨量大小 方便快捷 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那每一种印刷机呢 制作厂商呢 都有自己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海德宝的PPI 小森的PCC 三菱的PPC等等 除此之外呢 市面上还有第三方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英格宗 Creamfloor Rothful等等 那每家呢 都有资深的这个优劣 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第一个 SmartColor制裁 CIP3预制方案呢 能够支持多种主流进行格式 比如我们常熟知的 罗兰呀 高宝呀 海德宝呀 小森啊 高丝啊 三菱啊 梁明啊 秋山呀 萧园呀 阴景呀 等等等等 那后续呢 也可以根据客户 所在的印刷 所使用的印刷机的 这种类型 我们来进行分析 就在当你的印刷机 类型不在这个上面 以上列表当中的话 我们也可以帮你进行分析 确认是否能够进行 相关的操作实施 那首先第一个 我们看一下SmartColor的特点 界面非常的简洁 界面非常的简洁 这也是一个CIP3工具 能够使用或者实施好的关键 关键因素 你作为使用人员来说啊 我们走访了太多的工厂 到目前为止 我们制裁的解决方案 在整个大陆地区 已经安装超过了1000台的机器 超过了1000台的机器 所以这个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那在大量的机长的使用过程 和体验当中呢 我们会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软件 从16年开始第一个版本 到目前为止 已经是到了4.0的版本 4.0版本 已经有了很多的提升 那这些提升呢 其实都源于机长 以及是很多来自于基层用户的声音 来去促使软件不断的改进 不断改进 那第一个就是操作界面 非常的简洁 那左边呢 是文件导入环节 就相当于我们的莫大数据导进来 这个目前为止 制裁所支持的文件格式 有PPF以及PDF等 那后续呢 可以根据用户的需要 比如我们加入EPS 或者其他各等等诸入的格式 那中间呢 属于是像作是文件确认环节 比如说你的印刷的色作 当前印刷的文件 我们也可以点击 点开相应的分色墨件信息 来进行查看 那然后就是发送 发送就到了你的机台上面 就到了你的机台上面 所以说整个转行的过程 非常的简洁 操作非常的方便 这也是制裁广受机长们欢迎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那后续的视频当中呢 我会重点介绍制裁的功能 大家敬请期待 大家敬请期待